字幕提供 胆固醇不足都很有可能罹患代谢症候群 代谢症候群以后最后可能导致糖尿病 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甚至于心血管疾病 那么这是对我们国人在整体 疾病的一个负担是非常重的 甚至于整体加起来都比我们的癌症还要重 代谢症候群的关键因素就属腰围过粗 而且比例相当高 女性有过半数腰围过胖 男性则接近半数有百分之四十七点二 这也使得台湾代谢症候群患者盛行日高 男性达到四成女性三成 未来还可能延伸其他疾病 健康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下一步也会 让大家容易在健康存者上面去寻找 那么营养是在哪里 提早下手从饮食开始 每天均衡摄取六大食物 牛奶早晚一杯水果每餐比全头大 而蔬菜跟饭则要比水果还多 豆鱼蛋类一掌心 坚果种子一茶匙 改善三高幅度可达四成 再搭配运动效果还会再更好 把它训练六性领帛质 趁爆斗